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看如何正确的去做你的耳压平衡 大家好我是许涛 欢迎来到我的第16期潜水教学业节目 这是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 Dolphin and Bunny 我是海豚 你就是那只小兔子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潜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就是我们所谓常说的耳压平衡 其实真正的耳压平衡 它不光是平衡你的耳朵 你人体体内的各种空腔 你的压力必须是和你周围的海水的压力平衡的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去潜水的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去看一看 如何去做到压力平衡 为什么要做到压力平衡 第一点我们主要就是来看一看 为什么要做到压力平衡 第二点我们就是通过了解对人体体内的空腔的构造 明白什么地方要平衡 怎么去平衡 第三点我们就来通过器材的了解 它是怎么样通过潜水装备帮你做到平衡的 最后一点我们就来看一个 如果你不做到这些平衡会怎么样 正确的做到平衡应该有什么样的两种方法 比如说用胸腔用红勾摸来平衡 或者是用嗓子部位 喉咙部位的肌肉叫做法兰佐来平衡 每一种方法的优缺点 我们今天的这个教学节目主要从以下的这四点帮大家一一的来仔细分析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你在游泳池玩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三米五米的游泳池当你下到三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就是经验啊就是说是你的耳朵会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压力 但是还不是疼的不可以接受 但是你再往下潜的时候你有可能你就觉得疼的不得了 你就很难受了你就没法再下去了 如果你忍着你继续往下潜 你会发现你的眉心这个部位感觉有一把刀插进去 到最后你痛的一定就下不去了你就上来 这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到它的压力平衡的原因啊 首先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人呢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大气层的最底层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是一个大气压对不对 我们初中物理学果如果海平面以下没往下走十米 它的压力会增大一倍 没有错吧也就是说在十米深的地方是两个大气压 如果是在二十米的地方那就是三个大气压 那随着深度的增加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身体内部的空腔的气体打进去 然后它的压力呢跟外界所带来的海水的压力是一模一样的 你才有可能潜下去 所以接下来第二点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是身体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部位都是空的 你自己想一想就是人的肺是空的 这个很好理解嘛对吧 你吸进的去气它会变大 然后你吐出去以后它会变小 这个是人体最大的空腔啊 第二个地方你要注意的就是人体啊 它的喉咙嗓子口腔部分它也是空的 但是因为你吸气瓶的气 它的压缩空气会帮你平衡 这个也不是问题 接下来比较难理解的一点就是说的是 不光是耳朵内部是空的 人呢还有一很多地方是空的 比如说你的鼻痘啊 包括通过鼻子上面这个细的通道 通到你额头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空的啊 我给大家拿一个这个模特的这个头像 我给大家画一下来看一下比较方便 你们理解啊 你看啊我就专门拿了这么一个头 我画了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你看这个头你就仔细想一想 就是说你潜水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其实是空的 这个你的这个额骨还有这个颜骨的下面 包括额头这一块包括鼻腔两边的这些细小的缝啊 它全部都是空的 而你的内耳呢内耳的内部也是空的 你嗓子周围这块也是空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必须是内外气压平衡的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去啊潜水 而且不被压力所挤压到才不会疼痛啊 这些空腔都明白了以后这些是体内的空腔啊 你想一想体外还有什么空腔 就是空的潜水如果下到一定深度以后 你不平衡它会对你造成伤害 没错其实就是你的面镜啊 你的面镜你戴的时候 你在脸上和眼睛 在你面镜之间的这个部分啊 它其实也是一个空腔 如果你继续下潜 你不把面镜里的气体平衡掉 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会被吸出来 就是那种越吸越红啊最后就非常难受 所以在下潜的过程中 往往大家也是要用鼻子啊 过一段时间就吐一些气出来 把面镜里面的压力和外面的海水平衡掉才可以的 所以这四个部分 你必须全部都平衡掉 你才有可能顺利的去下潜呢 第三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就是潜水这个器材的原理 它为什么它可以帮你做到这个平衡啊 首先大家潜水的时候 你的气瓶啊 大家潜水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你的气瓶大约都是200个大气压左右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12升的气瓶 你比如说你每一次呼吸你用两升的气 那么正常的一个气瓶呼吸6次你可能就没有气了 但是压缩了200倍没错吧 你就可以呼吸200乘以6这么多次 但是它的压力仅限于是在海平面上这个深度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下险10米 你的这个速度就会增加一倍 没错吧 因为你的压力需要平衡 所以说潜水气瓶它的压力永远都是最高的啊 但是潜水气瓶的这个气体你是不可以直接吸的 因为它太高的压力 你直接吸会肺会炸掉 那么我们下来就是要有你潜水这呼吸器的一级头和二级头 帮你减压减到你能呼吸的这个压力啊 你像潜水的这个就是一级头嘛 一级头的原理其实就是把气瓶200的大气压啊 降到10个大气压左右 也就是说把高压降到低压 你看一个潜水的这个一级头 它一般是可以接5根管子的 两个呼吸器 一个是BCD 还有一个是你的气压比 还有一个是给干衣用的 所有的都是低压 唯一接气压表的这一根线啊 是高压 这根高压线是跟你的这个气瓶啊 是同样的压力 因为它侧气瓶里的压力 其他所有的这根管子都是低压管 而真正的这个二级头的作用 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 它给你的是你周围海水的大气压 周围海水的压力所提供的这个气体啊 是相同的 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呼吸 正常的这个压力的空气 把你的肺和你的对吧 你的耳膜 还有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鼻竇 额竇的空腔的气打进去 然后它的压力和外界的海水平衡 你的身体呢才不会被挤压 你才不会疼 你才有可能下去 所以潜水装备的原理就是说 把你所能呼吸的空气变成正常的这个压力 跟外界是因为猫一样的 让你呼进去以后 你所有内侧身体内部空腔的压力 都跟外界平衡以后 你就可以下潜 随着深度的增加 你要不停的一边下一边堵鼻子 一边下一边堵鼻子 你才有可能就是不停的不停的 这样子做平衡才能下去 对不对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 如何去做这个耳牙平衡啊 你看水费潜水 它和自由潜水 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水费潜水 你的肺是永远都是正常大小的 因为你在呼吸气体再吐出去 你随着深度的增加 你又呼吸了不同深度这个压力的气体 然后呢你又吐出去 所以它基本上是恒定大小的啊 然后你每下降一米 你都需要堵着鼻子 两个手堵着鼻子 然后这么顶一下 把这个气呢往上顶 把你的这个耳朵啊 鼻豆啊 和额豆呢 它的压力全部都平衡掉 没有错吧 而且这个平衡是要提前做的啊 在水面上下去之前就先做一下 然后呢每下一米都要做一下 而且是要比较慢的速度啊 这就是为什么潜水下降速度 不要超过18米每秒 要不然你来不及做这个平衡的 但是如果你是先下去了 再去做平衡也可以 但是会比较难啊 所以这个顺序不要反正 一定是先平衡 然后再下去 不要说你感觉到挤压了以后 你再去做平衡 这个就比较麻烦 然后自由潜跟它的区别是 自由潜因为你就只吸了 一口气 所以下潜的时候 一般是堵着鼻子啊 就不松了 这么一路就下去了 而且你的肺呢是会被压缩的 你在水平面的时候 你的肺是比如说这么大啊 跟了气球一样 然后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 变到了20米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就跟两个柠檬一样大了啊 然后再往下 它就不会被压缩了 接下来就是你的身体的体验呢 会灌到你的肺里面 防止它被继续压缩啊 因为这个是我们哺乳动物的这个 机体的这个机能为了保护你不受伤啊 你伤生的过程中呢 它的气又会从液化的这个状态啊 液态的慢慢的又吸出来 然后又把它变大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啊 然后真正平衡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就是 大家通常情况下使用的就是堵住你的鼻子 然后猛的往处吐一口气 因为你堵住了 闭上嘴它出不来 所以它的气就打到你的耳朵 你会听到砰一下 然后你这块呢都平掉 然后你下水就可以下剪 这里头有两种方法的区别 一种就是你 你的胸腔是在动的 它其实是用的 你这横隔膜啊 大家的大多数情况下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但这种方法就是 它非常的费气非常的费力 因为你用的是大的肌肉嘛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较流行的叫法兰佐 法兰佐其实说白了 就是用你嗓子喉咙舌到后面这块肌肉 仅仅是把你口腔舌喉咙后面这块的这个气啊 打到你的这个耳朵和你的这个鼻痘里面 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肚子动了 一个是肚子不动 你可以试试 如果是法兰佐的话 你只能看到你喉咙这块的这个这个肌肉动 但是你真正去平衡的时候 你把手放在这个胸这块 你的这个胸腔是不会变肚子也不会变的 然后你把手轻轻的放在你的这个鼻子上啊 把它捏成一个小缝 然后你往处吹气 你肚子不动的情况下 你脖子动 你能听见这种扑扑扑的声音 你在你肚子不动的情况 这个就是法兰佐 这个是最省气的啊 而且最省力 而且自由潜一定是用这种方法 你看可以试一试 能听见那个声音吧 但是我这个手放在我肚子上的时候 我的肚子是完全没有动的 胸腔也没有动 只是嗓子这块的肌肉 舌头后跟的肌肉在动啊 然后你听见那个扑扑扑的声音 就是我这块肌肉把气往上顶 然后呢因为我鼻子没有避炎 所以它从那出来了 有扑扑扑的声音 但是如果鼻子堵死了以后 那么它气就会打到我的耳朵内部 然后气会打到这里面 然后它就平衡掉了 明白了这个其实就是法兰佐 非常好非常简单的很容易理解 但是很多人不会 大家多练一练 就慢慢的不去用肚子 不用横隔膜去平衡啊 你就会非常省气 非常非常的省力啊 最后啊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感冒的时候不可以去潜水啊 我跟大家看一张这个CT扫描的这个头像啊 这个是我自己啊 这个是我几年前得了鼻痘炎啊 专门去做了一次手术 你看这个影片 嗯 我这边基本上有白的 而且我这块这个白的已经都堵死了啊 它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你感冒了以后啊 你的这个鼻痘 还有你的这些额痘 它里面这些细小的这个管子 有可能被粘液堵住 堵住以后就是你去潜水的时候 你气就进不去了 你不可能去平衡它 然后你就会很疼 你就会潜不下去 如果你强行去潜 把气打进去了 OK 那你可以下去 但是你上来的时候 如果它是堵着的怎么办 你上来的时候压力减小 它气要变大 它没有地方出来 那它是不是就要从你的脸和额头炸出来 如果它不从外面炸 它往里面炸 那是不是就炸到脑子里面去了 所以这是会要命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感冒的时候 一定一定一定不要去潜水 感冒的时候 因为你的这个鼻痘耳痘 它基本上它这个粘膜 它都是肿胀状态 你里面细小的这些气能够 劲能够出的地方 很大程度上是被堵住的啊 我当年去还为了这个做了个手术 因为我上面这个它自己出不来 然后它就是拿一个内窥镜 和一些小的东西 把它捅开啊 把上面这个堵的吸出来 当年在这帮花了15000牛币啊 人民币差不多7万多块钱 还好我有医疗保险 要不然我下血本 呃 所以说就是说 很多人也都得过鼻痘炎 然后如果大家是轻感冒重感冒 千万不要去潜水 这个真的很有可能给你带来 非常非常多的麻烦啊 一定要记住 希望大家觉得这一期视频有用啊 呃 最后再总结一下 耳压平衡它其实不光是平衡你的耳朵 只不过大家第一时间感觉到的是你的耳朵 所以俗称耳压平衡 耳压平衡是指的是平衡你的内耳朵的压力啊 包括你的鼻痘额痘以及你胸腔所有部分的压力啊 在下降之前一定要提前呢 先去把它平衡 然后再下这样子的又轻松又快 然后感冒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去潜水 希望大家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喜欢的话呢 点赞转发 啊 然后呢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直接问我 呃 你们平时潜水的时候 一般都怎么去平衡 是用肚子 是用这个哼咳膜呢 还是用法兰佐 你们如果不会的话 可以试试 如果把法兰佐学会 它真的非常的省气省力啊 呃 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觉得有用 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